昨天晚上明华园总团是来到了高雄进行公演 没有想到这场户外公演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有人听到了鞭炮声 台上的团员疑似被枪击 还好没有打碍 帆布搭建的后台没有拆掉 舞台的木板也还在现场 庆祝神明诞成连续两天请明华园剧团演出 没想到却疑似发生枪击案 原来17号晚上明华园南下到高雄陵园区 在一处篮球场空地演出 进行卸神戏马时 王姓演员身着戏服坐在后台 突然觉得有东西从胸口划过 接着鲜血直流 送一后在左胸乳头下 取出一丝金属弹头 当时现场释放鞭炮 团员也没有听见枪声 警方目前排除寻仇案件 但人推测可能是有人持改造枪支不慎走火 疑似是说疑似是枪伤 那这一部分我们会从现场的证物来收证之后 再来做深入的查证和研判 究竟是受到枪击还是燃放的电子炮碎片 警方将展开调查 厘清案发经过 记者拆双级张贝兹高雄采访不到 请不吝点赞观看